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加入感謝主持星期五 雙語演講會整整十年了 在舊的教育系統下 我完成了三十天的演講 在新的教育系統 我仍在適應中 路徑有十個路徑 每個路徑開始都是破冰演講 其實我今天本來不是要講一個新的路徑 但是我那個創新計畫的第四階的第一講太難了 各位你必須要組一個team 四個人然後寫一個計畫 然後你必須跟他們討論 然後你才在上面發表 所以各位啊路徑真的很難 我們寶寶已經設了很多的路徑給大家 大家加油 那我今天選的是說服影響 我來這裡就是想要來激勵大家 今天的題目是成為別人的小太陽 每次在這兒 大家都說我是大家的媽媽 其實每次聽到這個我都很害羞 我其實比較想要當個小太陽 為什麼會有這個題目呢 大家都知道我的眼睛不好 那我有參加一個英語的讀書會 英語讀書會的會長方儀 她也曾經是我們這個會的幹部 她有一天竟然跟我講說 瑞珍啊你的眼睛不好 我乾脆把讀書會停了 好不好 天啊她竟然為了我的眼睛不好 要把讀書會停了 我說萬萬死不得 英文讀書會是我生活上一個很重要的寄託 眼睛不好就一天讀個兩頁就好啦 其實事情不是這麼簡單 方儀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個小太陽 她個子不高 但是她總是面帶笑容 她為什麼會提出這個建議 因為她在生活上的親子關係 發生了一些問題 所以才會提出想要把讀書會也停了 所以在那個晚上 我花了半個小時跟她聊天 我跟她翻想自己一路走來 怎麼當個媽媽 方儀說她在工作場域可以笑得很開心 可是回到家就垮著一張臉 不想理孩子 家是講愛的地方 怎麼可以對自己最親愛的子女 有這種想法 所以那天晚上 我鼓舞她要把笑容帶回家 所以我才會想到成為別人的小太陽 這句話太重要了 大家想一想 在生活上 你是不是也是別人的小太陽 而且這個小太陽 我鼓勵大家要常常當別人的小太陽 大家都知道在這個演講會 人來人往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旅程 但是雖然離開了 我還是會跟他們的聯繫 就像今天晚上的驚喜 是我們的Jonathan 更神奇的是很多人最受服務的 YouTube 竟然都提到了Jonathan幾次 所以我想說的是 人來人往 不要放過每一個朋友 你可以用3C跟他們聯絡 就像我們的劉靖 他是我們喜歡的一個會員 可是平常會議結束 大家就說再見了 可是上次我們去年會的時候 再回台北的時候 我坐他的車回台北 一路上我們聊天 所以我更了解了劉靖 聊不夠 我們還約了在外面吃飯 所以我要說的是 珍惜自己的友誼 所有的朋友 你假如想要跟他聯繫 不要猶豫 直接打電話給他 還有就是 最近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爸爸媽媽 終於請了一個外傭來幫忙 在請外傭之前 大家都警告我 不要對他太好 對他太好 他可能會 就是騎到你的頭上 可是 我不信 所以當他生日的時候 我幫他準備了一個蛋糕 他非常的驚訝 而且唱生日快樂歌的時候 唱著唱著就哭了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在我的身上 我發現 你想要別人怎麼對你 你先怎麼對別人 人與人之間不要有心防 這樣你的生活會很快樂 所以我要說的是 大家想一想 你曾經是別人的太陽嗎 我們一直在說 貴人很重要 我要說的是 在成為別人的貴人之前 我們應該要互相成為彼此的貴人 成為彼此的太陽 所以 我希望我今天這篇演講 能夠鼓勵大家 打開心胸 多和你的朋友交往